寶貝 需要幫忙的話就大聲叫我吧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台服全世界英雄 邦尼 首先呢請問你覺得 邦尼這件英雄的台服會不會活起來 那接下來是世界英雄介紹呢 我們先從他的優點開始 他的優點呢就是團戰很強 不管小團還是大團 團戰特別強 如果單純論他團戰表現呢 我覺得T1是沒問題的 缺點的部分呢等我們介紹完他技能組再說 購買方式呢有兩萬金幣或者590點 不過呢剛推出有做優惠喔 如果用點券買的話只要90點 那算是半買半送了很便宜 邦尼的主題呢有點像 吉英克斯跟炸彈狂魔 他是丟玩偶 玩偶會爆炸 使用技能的時候呢有粉色的閃電 還挺帥氣的 有點像女版的善意 那我們從他技能開始囉 從被動 邦尼的角色被動呢 是每次觸發一技能的爆炸效果的時候 會獲得自身跑速加成 不過呢這個跑速只有一技能觸發之後才會用喔 那代表呢這個跑速是用來 迂迴拉打 或者車腿 比較呢不能用來進攻 畢竟呢要觸發了一技能之後才有加速嘛 一技能就是用來揍人的 那一技能 一技能呢是可以儲存使用兩次的 冷卻時間呢算是長 所以呢CD血我覺得還挺重要的 惡魔微笑呢還有 混沌法杖都有增加冷卻效果 一技能呢有點像 易格的爆炸 我們可以丟兩次 使用一技能之後呢 地上會留下一個玩偶 而我們的其他任何一個技能觸發那個玩偶呢 就會形成爆炸 額外的傷害跟跑速加成 很容易理解吧 一技能地上會留下一個玩偶 其他技能呢不管一二三都可以觸發他 引爆額外的傷害 那是我們連招的基礎 二技能有點像偉大的愛心 丟個玩偶過去然後造成定身 1.5秒 另外呢二技能提升等級的話只會 增加他基礎傷害 所以呢基本上我們會組點一技能 我們補充一下一技能呢 首先呢一技能可以讓單位先行 所以可以用來探草 或者用來炸隱形角 再來呢 一技能把他等級點高的話 還會降低儲備時間 還有增加傷害 所以當然組點一技能 邦尼的操作很簡單易懂喔 你可以把他想像成呢 薇菈跟 易格有了小孩 最後呢我們的大招 邦尼的大招呢是兩秒的持續吸附 之後爆炸造成1.5秒的暈眩 另外呢邦尼技能的特色都是 爆炸傷害會比原本的傷害高 有更高魔法加成 我們一技能也是大招也是 丟出去有傷害 爆炸造成額外傷害 爆炸傷害呢都是比較高的 那這樣概念很簡單的吧 一技能是傷害 二技能是定身 大招呢是先吸 然後再爆炸暈眩 邦尼本身的控制呢算是多的 不過呢他有一個很致命的問題 就是沒有直接的硬控制 所謂的直接硬控制呢 就像克里希的擊飛這種 順過來一擊飛呢就把敵方秒掉 所以呢這也是為什麼 在高端局克里希也可以出來 高手呢很容易使用瞬移 位移或者寶珠 躲過一些關鍵技能 像邦尼啊 我們的二技能只有定身了 你看這個愛里 被抓著呢還是可以還手的 不過呢幸好我們傷害夠高 還有凱撒先鋒的幫忙 成功把愛里擊殺 邦尼最擅長的地方就是團戰了 不管是前期幫助我們的摩隆路 二打二三打三 還是後期的大人 大型五一五 都很強 而他的缺點呢就是他很怕刺客 像是納克羅斯啊 齊羅辛葵這種 你看呢我們本身沒有任何的 還手手段喔 沒有護盾沒有無敵 也沒有位移 在我們跑線的過程中呢 被那些強勢打野抓到的話 基本上是死路一條的 所以呢玩邦尼有兩個方法喔 一直是靠隊友 跟隊友的後面走 不然的話呢就是要靠自身的關聯喔 角色沒有操作空間 那就只能夠關聯了 再來呢我們有提到邦尼 他有點像伊格也有點像薇菈 但是呢他沒有伊格的那麼快 也沒有伊格的輸出穩定 高爆發 不過呢跟伊格相比的話 他多了一個 控制效果而且還是範圍控制 比如我們二級的定身跟大招 這是伊格沒有的 再來呢他有點像薇菈 跑過去丟個愛心 接一套秒人 但是呢我們的爆發 是沒有薇菈那麼高的 要秒個脆皮英雄呢 還是辦得到 不過呢戰士就可能開始有點困難了 其他的法師呢 一般來說是可以秒戰士的 那邦尼適合什麼樣的玩家呢 舉個例子如果你喜歡玩薇菈 但是呢你覺得薇菈的範圍 跟團戰沒那麼強 那邦尼就是最佳的選擇 盾草當然也很強 你看他技能特性呢 就跟娜塔亞維拉克里希這種有點相似 也是一個盾草的神角 再來呢大招是他最不一樣的地方了 洛里昂之所以這麼強呢 也是因為他有大招 洛里昂大招比較難命中 不過呢命中的效果更好 而邦尼的話呢 大招更容易命中 而且呢效果也不錯 接招的方式呢 可以的話就是 一二一然後三 這是呢如果盾草盾到人的情況 敵方反應不快的情況 或者呢有隊友幫忙控制住 不然的話呢如果高端場更長 我們可能就直接 二技能定身然後再大招 有空隙的話呢再丟一技能炸人 主要是呢 邦尼的技能都有四法時間 而且四法玩呢 技能還有一個飛行時間還要飛出去 所以呢他是比較沒那麼及時的 瞬移呢或者位移是可以 躲掉我們的技能 再來呢零雙寶珠之類的 也是可以很好躲過我們 玩到這邊呢 目前我感覺是邦尼的傷害還不錯 不過呢這場我有不錯的競技喔 逆風的話呢傷害可能會低一點 但是也不會低到哪裡去 最強的地方呢就是團戰 最怕的呢就是被單抓 所以呢一定要常看小地圖 注意敵方打野啊 或者凱撒路的動態 不要被他們抓到 除了這兩隻呢就是輔助了 邦尼會比較難處理坦克唷 可以的話呢都是往敵方的後排砸的 剛剛我們人大招呢 蘇是在我們的圈內 不過還是可以坦然的走出去 那代表他吸附力呢 沒那麼猛喔 可能要離 大招再近一點才行 有魔方些韌性血呢 通常是可以跑出去的 所以呢要搭配定身的使用了 二跟三 不過呢團戰的途中 如果我們在射手的旁邊 丟個大招 那也會干擾射手 讓他無法順利的普攻 那代表呢 隊友也可以很順利的 贏下團戰 所以團戰的時候呢 大招牽到越多人越好 最好還是牽到射手了 我們一直在嘗試呢 像維莱一樣 蹲草給人一套喔 不過呢還是有一點難度就是 像牛魔王呢 他滿滿的位移技能 可以輕鬆的走出來 艾迪的話呢有霸體 也有位移 這場比較好抓的呢 應該就是 蘇跟 他們的奎倫 伊耿斯也沒那麼好抓唷 我們二技能抓他呢 他會火球丟我們 而且呢他硬控制硬著 還有回水護盾傷害更高 如果站著對身的話呢 說不定會射不夠伊耿斯 這樣子呢我們還是要善用我們的優點喔 就是範圍傷害 範圍轟炸 還有硬控制 跟隊友一起行動的時候呢 才是最強的幫你 比如我們這幾個人過去呢 敵方可能沒那麼怕 帶一個蘇 帶一個 夸克 敵方就害怕了吧 他整體的上手難度 並不會特別高喔 所以呢上線 也不會到那麼高 最關鍵呢大招開得好 應該就能夠幫隊友 贏下遊戲 手塔能力呢也不錯 有清兵 OK我們花了好多時間 結果你魔王沒死 作為對比呢這個蘇 一瞬間就死掉了 所以呢可以的話也是先炸後排了 那定身定著這個 奎倫給他一套 結果呢他沒死 我們的一套211技能呢 可以打他大概八成的生命值 那代表呢有大招情況之下 就可以一套把他秒掉 不過呢我們剛剛是沒有到就是 而被奎倫抓的時候呢 看得出我們也很難逃跑喔 我們觸發了一技能的加速呢 也沒那麼快 如果沒那個加速呢 可能會直接死掉喔 所以呢怕被抓 就是邦尼的一大缺點了 如果對面有邦尼 你要針對他呢 選個什麼星葵 綺羅納克羅斯的 直接衝他臉呢 他應該就沒有任何的反制手段了 除了零雙寶珠 所以呢我覺得 有條件的話呢 邦尼就買個零雙寶珠吧 如果要出拒魂路的話呢 可能就要捨棄寶珠 或者神聖法典 這邊一套打一梗絲呢 也是差不多七八成 不過這邊我們連大招都有使用喔 這場敵方一梗絲呢 沒有買坦抓 也沒有極寒之戶 不過呢他有神聖 恩守護 有個護盾 那看下來呢邦尼的傷害可能會 沒那麼高 但是至少呢 我們一套可以秒射手跟刺客 然後打殘前排 還有呢可以控住敵方的其他人 那就足夠了 剩下來就交給隊友了 打殘前排 這邊來嘗試攻塔 這邊來嘗試攻塔 也會向我們的喀克 這邊敵方都打野倒下 剩下射手跟牛魔王 接著抓著牛魔王 剩下一個射手 法師即將復活 不過呢應該是穩了 以上是我們帶來邦尼的實戰解說 總結來說呢邦尼這個英雄 有還不錯的傷害 沒有到超級高 最厲害的地方呢就是團戰 小型團或大型團 而最大缺點呢就是沒有位移或者之 保能力 所以呢會比較怕被抓 尤其是那些有霸體啊 有無敵的打野 總結來說呢我覺得他是 大概在於T2到T1之間 並不會太弱 但是呢應該也沒那麼強 最後呢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喔 喜歡影片別忘記按讚訂閱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